大家好 歡迎來到堅仔神操用馬 我是馬燒燒 剛剛這個星期日 我提供幾隻的Feed馬 各表演都是中規中矩 幸好有一隻好運寶馬 叫做頂著雞頭 不然就差點吃白果 這個星期三 又會有八場的泥地夜菜 當中也有些好東西可以跟大家分享 在看馬之前 也呼籲一下大家 如果大家有看到這個好運寶馬 覺得我講的angle也有一點點的話 那也麻煩可以給我一個like 另外有些comments 也可以留下給我 如果有什麼改善的空間 除了那些馬 叫我準一點之外 任何東西都可以有改善 準就已經盡力了 另外就可以subscribe我們這條的channel 如果將來有新片的話 都可以立即有個鐘仔提示給大家 好了事不宜遲 今次賽事選了好幾隻Feed馬 給大家參考 當中有些會有些賠率 事不宜遲 立即去片 看看我選了什麼心水給大家參考 今次的賽事也會有兩隻Feed馬 跟大家去分享 第一隻會是第二場 五班千二米 這隻八號的紅運派彩 上季這隻馬跑九場都是輸了的 但是他之前在試襲那裏 就經常勝得他跑到前三名 為什麼會有這些落差呢 就是因為這隻馬的僵口是比較重的 當時的力還是在口中 而不是在腳中 如果你是有些口勁 而試襲又肯比起他走 就很多時候都可以跑進前列 但是出賽當然不行 出賽要考更多的流放 但是今季由田泰安一手包辦他三貨的試襲 在第一貨試襲 放在前面走回來的魚 雖然贏而已 但是回來的魚勢是不強的 之後都立即調整了跑法 就是留一留住才阻斷 那拉士先鬆上來給他 效果是相當好的 已經試準了跑法 另外 除了這三貨的試襲之外 亦包辦了好幾貨的快跳 在這個表表你都看到 有些深色格子的夥著那些 就是代表騎士親自去操練 田泰安這麼重視這隻五班馬 都一定是有些渣娜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他今季跟徐宇石合作 雖然八次 兩個貴軍而已 但是徐宇石因為一個下游馬房 他也是大約贏十多場馬 就算是你覺得他會合格也好 他也是十多場貨 所以暫時未交到頭馬也很正常 但是那隻吉吉利高 都是沒有賽職的馬 但是呢 給田泰安摸了兩貨之後呢 這一場再出呢 都跑到第三 證明徐宇石 找到田泰安去操 加上騎的話呢 就不會被垃圾買騎的 所以這隻紅運派賽 這次應該會有東西交出來給人看的 看看他在神操方面的快跳 是有什麼形態出來了 這貨就不是最後試跑的 拐著右腳 但是呢 看到他出腳的力度也挺好的 看看他的收身和毛髓呢 都對板的 狀態已經是不錯的了 好了 這貨最後試跑呢 就更加鎮定了 彈了一隻正腳出來的 看到田泰安聚著呢 整個形態都很厲害 但是不急的 比起上季呢 這隻紅運派賽也挺大的進步 而今場呢 再看看那些對手 很多的前置馬在前面走的 例如這隻蒲俠超德 我用這個粉紅色的顏色 是表示呢 這些都是放在前面走的馬 天天智庫 二號的辣德架勢 對呀 那甚至乎這隻 一號的鑽石寶寶 都會是前置馬 這隻四號的紀理大師 今次呢 加眼罩 也是神操 也是很重口的 也都沒什麼理由留 加上這隻七號的紅海復星 都是呢 過往是贏兩場 都是放頭的 那總共也有五、六隻 放頭的馬 甚至乎是前置的馬 是在前面 隊的話呢 這隻八號的紅運派賽 似乎會佔到一些 補促的優勢 加上現在其實 31分 都分分鐘是虛分 因為上季他雖然輸九場 但是九場呢 都是草地來的 所以這隻八號的紅運派賽 今次如果是成為冷門的話呢 都值得呢 是博一下他進步的 至於另一隻的fit碼呢 就會是第五場 四班千二米 這場是賊組賽事 來的 因為六號的快潛呢 今次都劣手劣腳 來意不善的啦 那為什麼這麼說呢 看看操練表就知道了 在開來的時候 隔了一百十二日去跑 都是試了一貨大閘 那這場賽事的表現都佛善可塵 找到什麼地方去稱讚他 那之後呢 再跑一場一六五零米 那有一點點進步了 那表現都叫做不過不失的 那之後呢 其實他是報了一場 十月八號的泥地六五零米 經過兩場熱身之後呢 其實呢 十月五號那一貨的快跳呢 那個狀態是有一點點好轉的 但是十月八號就跑不到啦 那都立刻呢 隔了兩天而已 跑不到隔了兩天之後呢 就試回大閘 跟著先重化的 好像是要在這裡 做點東西才回家 那試完這貨大閘之後呢 翻上重化 跳了一貨 然後呢 再試一個加油閘 先來跑這場馬的 那就是前後試了兩個閘 來備戰這場賽事的 那所以呢 操練都空前積極的啦 那看完那個神操片段啦 快錢啊 六號 那我按回六號 好 差不多了 那這貨呢 就是十月八號 就是取消賽事之前的貨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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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起來上來的活躍躍感 已經比起貴初呢 是好轉了的啦 那 隨著兩場的熱身之後呢 狀態都提升了啦 那 但是呢 這貨十五號呢 就跳起來上來 更加之聚手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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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手呢 都拉到呢 有些手震震的情況 之後再做到一個交集呢 這隻馬呢 這次都真是 啊 劣手劣腳呢 是要跟你出來 是練一場的啦 那 再看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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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手啦 或者是他自己的評分啦 那 上季呢 這隻馬呢 按一下三甲先 在 這場呢 是世紀萬步速來的 56分是跑第二啦 那 參考價值可能不算太大啦 因為那些萬步速賽事呢 通常水準呢 都可能是低一點的 那 至少證明呢 他在泥地方面呢 性能呢 都不錯的 那 那 那 這場呢 就是53分 是在沙田1400贏的 那 那 這些呢 就有些證明啦 那 那 怎麼這麼說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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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操練和狀態,這場快潛都是最佳投注時機,一定要重視 我在堅仔冷馬精選選了兩隻半冷碗的心水 現在就先補充這兩隻神操片段 第三場選了6號的家帆 看這個神操片段開出來 好,一來就對了 這隻家帆,這次周俊樂就是客串跳貨 他好像不只是家帆,好像想加上菜 開步是理落得好像斬瓜切菜 這隻是肥仔蜜,你見到一落腳已經很輕身 真的除了家帆之外,看來可以加上菜 你看到那些布納出聲音,好像切菜 至於第六場,這隻9號讓愛高飛 今季狀態有點復甦 看看他的神操片段 今次的美麗學賽 前面是讓愛高飛 好,這隻讓愛高飛只有1020磅的細馬 細馬先看馬身究竟飽不飽滿 看看他的肚底 其實都還可以的 如果捏了一兩場就不知道 但是,模式啊,或者出腳方面的力度 其實都是相當理想的 這隻讓愛高飛的狀態已經回來了 這場成為冷悶,值得留意 我再重複一下我四隻的心水 肥仔神操用馬方面 我選了第二場8號的洪運派賽 以及第五場6號的快錢 而肥仔難馬精選 也有選到第三場6號的家帆 和第六場9號的楊愛高飛 希望這四隻馬 星期三晚的祭遇順順利利 可以幫忙中一條過關 希望我這四隻的Feed馬 都給了靈感大家 去放一條最佳的頭註冊 尤其是楊愛高飛 這隻馬呢 今次我都會大力去品提 如果大家想看小弟奇遇長廁的文字分析 就可以下載肩仔賽馬APP 裡面都會有很多不同的功能 可以幫到大家去找一些心水的範圍 詳情就可以打回55361016 和我們的同事去了解 好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下集再見 拜拜